大家好,我是首歌 最近很多人更新到 iOS 17 以後 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Facebook 打字的時候 那個游標跳來跳去的很煩 那首歌也在硬式要學的粉專上面也問了大家 那真的很多人對於這件事情非常苦惱 所以首歌在經過一番的研究呢 我終於找到兩個好方法 可以來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那第一招首歌等一下就會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招首歌會放在會員專屬的內容裡面 如果你想要徹底的把這個問題解決掉的話 歡迎贊助支持一下首歌 首歌會在會員頻道裡面 會再跟大家分享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的這個方法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這整個問題發生的點 那我這邊先輸入幾個字 我現在輸入硬式要學 那這邊看到當我們輸入完以後 下面這邊自動造詞 或者自動預測下一個詞的地方它會閃一下 那比如說我現在再刪掉一個字 它又會再閃一下 根據我的分析 這一個閃一下其實就是目前 Facebook跟iPhone它輸入法最大的衝突點 因為iPhone只要一造詞 Facebook就會把這個游標移到已經輸入文字的最後面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輸入一個字 畢竟是要學 然後我再繼續打字 有沒有看到 當我下一個字還沒打出來的時候 它就跳走了 而且這個還是我按下去了 那我如果再繼續打 這 它又會閃一下 所以如果說在我閃一下之前 我又輸入文字的話 那這個游標就會跳走 自己的 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個游標又跳到的的的最前面去了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改變一下這個習慣 那這個改變這個習慣其實是短期的 因為目前Facebook還沒有修正這個bug 但如果說這個bug修正以後 你基本上就可以遇到這個習慣 好怎麼修正很簡單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只要它沒有造詞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直打字 譬如說我現在要開始打囉 酷 庫克你怎麼那麼多bug 我打這麼多字都不會掉 完全不會掉 但是如果說我中間 一旦我們這邊輸入的字 跑到上面文字輸入區的話 那就會觸發這個下面這邊 造詞的它的動作 那只要一觸發它就會閃一下 只要一閃一下 如果你在這個閃一下之前 有輸入注音的話 那這個游標就會跳掉 所以我們做法就是 我每次輸入完以後 輸入完以後我等一下 等一下等它閃完以後 我再繼續輸入 哈哈哈哈 我現在要幾個哈都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看 再點大小都不會怎麼樣 因為它沒有閃 所以我們目前來說 我們只要做一個習慣 在你輸入完一段字以後 等0.5秒 這個時間差不多是0.5秒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你好嗎 等一下 閃一下好 再繼續打 所以你千萬不要是 你好嗎 我很 你不要 我要打我很好的時候 它就跳走了 不用這麼急 你只要等0.5秒 那當然這個有點強人所難 不過如果說你不想要讓你的輸入的文字 一直被吃掉的話 那現在這個方法是唯一可以解的方法 這首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招就是這樣子 好 這一招雖然可以解決掉一些基本的輸入問題 不過在使用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卡卡 畢竟因為這個也是權宜之計 在Facebook還沒把這個bug修正完成之前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至少確保你在輸入東西的時候 不會掉字或者是整排字不見 不過就是有點卡卡就是了 那接下來首歌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招 讓你完全不會遇到這個狀況的方法 不過首歌就先把這個方法告訴各位會員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的話 或是你想要支持首歌的話 可以現在幫我們訂閱一下 那以後首歌會製作更多會員專屬的內容給大家